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牧师 您从事神职工作多长时间了 总共加起来我算起来是14年 前面8年呢是做义工 但是最近这6年呢就是做全职的传道人 哇 那很长时间了 很不容易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您有什么样的很深的感触呢 我觉得我越活越年轻 越来越有力气 假如不照镜子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已经62岁了 哇 真的吗 那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江牧师 我在听您讲经的时候 有种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会感觉到有一只隐形的双手触碰我的心灵 那我不知道在您在台上讲经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不叫做讲经 我们叫做正道 正道就是证明上帝的道 那么我在台上的感觉 简单用一句术语来讲呢 就是说被上帝的灵充满了 如果你们要再更清楚的明白的话呢 我们常常被怨恨的灵充满 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 就是带着恨意的 是吧 我们常常被喜乐的心情充满的时候呢 讲话的时候就带着笑 那我在台上的时候呢 是被上帝的灵充满 所以我讲的就是上帝的话 那当然可以触动人心 那蒋牧师 我可不可以用另一个词语去理解灵 那个词语可不可以是 比如说能量 比如说频率 比如说磁场等等 都不可以 因为就是上帝充满我 就是上帝充满我 所以我想上帝是有能力的 有影响力的 所以同样是一句话 经过上帝的灵说出来的话呢 就有影响力 有power 那蒋牧师 那在您心目中 您定义的上帝 是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场 还是他是一个有形象的人物 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 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跟我们人人理解的 就是有情感 有意志 有思想的 那但是他的形象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们要说 我们不能用任何地上的 我们能够想到的形象去形容他 对对对 我觉得蒋牧师说的很对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 我们要用有限的语言去形容无限的能量 去形容无限的智慧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达到的 谢谢蒋牧师 你完全对 蒋牧师 那您每一天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你用这个动力就非常能够让我有发挥的空间 我每天现在的动力就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就是靠着上帝叫我去做教会的事情吧 那这个动力在我的解释里面就是动机和力量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动机不明确 做起来就非常的没有劲 那我觉得上帝给了我动机 是他的动机 所以要做他的事 那既然是他的动机 要我去做他的事 所以呢 肯定他就给我力量 所以我就常常觉得精力充沛 而且一早上起来要做上帝的事 包括今天要接受您的采访 我都觉得充满了动力 充满了喜悦 因为这个动机是上帝给我的 那力量也是他给我的 动力是从上帝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 假牧师您的意思是说 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标 目标性要很明确 对 我们要是给自己设定目标 并且我们有了这个目标 我们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我们就会有动力了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所以一般的世人还没有信上帝以前 他自己定目标 那是当然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自己没有目标 而是我们以上帝给我们定的目标为首先 那上帝的目标在他的教会的工作里面 在圣经里面 都会起放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基督徒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目标动机从上帝来 那力量也从他来 好吧 嗯 好 我听得出啊 我听得出蒋牧师您的信念 就很强很深 那您的信念有动摇过吗 这样子 这个我们的信仰 我们基督信仰 基本上不太能够用信念 能够把它涵盖完全 是一种信念 但是它高过于信念 它应该是一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是一种生命的关系 要这样说吧 就像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 它不是一种信念 它当然是我相信他是我的父母 但是绝对不止于我相信他是我的父母 它是一种关系 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跟上帝的关系 所以信念不完全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说明白 我懂了 是一种以生俱来的 对 是一种关系 我明白了 就好像我们就算做错了事情 也从来不担心父母会不要我们了 就好像我们就算做错了事情 上帝也永远都不会不要我们 你刚才提到信念 那我提到关系 我要这样说 我们跟父母亲 不是我凭着信念他成为我的父母亲 乃是他先成为我的父母亲 而且一直是我的父母亲 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对他的信念 是吗 我懂了 那蒋牧师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是一种关系 那我不能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跟上帝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 我们如何去跟我们的父母亲 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比如说我做错事情了 我回去跟爸爸妈说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事情了 但是这个错误我反复在错 然后我做错了之后 然后再回去只要跟爸爸妈说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 我又做错事情了 然后说完之后我第二天又去做错 又去做同样的错事 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有些孩子比较受教 有些孩子不太受教 但在上帝的眼中 永远认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 我想正常的父母亲呢 孩子再调皮 再不受教 还是他的孩子 很少有父母亲把孩子赶走的 只有孩子不受教到一个地步 他离家出走了 那父母亲就没办法了 但是那个家门 家里的门 永远为我们敞开 是 所以只有我们丢弃我们的家 但我们的家从来就没有 被弃不要过我们 我们的父母亲 只要是正常的父母亲 不会丢弃他的孩子 再不乖 他都不会丢弃 他都爱 对 那我们上帝也是一样 哎呀 好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哈哈哈 假不知 您觉得 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您觉得我们缺少什么 你觉得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缺少什么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比较难回答 因为你们 包括您在内 还有包括现在在摄影的 两位都是年轻人 我说了 不会得罪你们吧 不会不会不会 哈哈哈 您请讲 你的问题比较玄 那我就用比较玄的答案 来告诉你 现在的年轻人 在我看起来 只有青春 没有智慧 嗯 因为年轻嘛 嗯 只有欲望 缺少能力 拥有身体 没有灵魂 所以在我的眼中呢 我真的不是 不是批评 我是求神怜悯 在我的眼中 没有信仰的年轻人 其实 在生命的事情上 很缺乏 当然我说 在技术上 在知识上可能很多 嗯 但是真正有关 生命的事情上 是很缺乏的 但最可惜的 就是他们还以为 他们拥有很多 对 真的是 嗯 就好像 就好像我也发现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我们 年轻人好像 很难能够去快乐 起来 嗯 嗯 就是我 就是我们会发现 呃 我们想要的东西很多 嗯 但是又仿佛好像我们得到之后呢 呃 好像又好像 我们又没有得到 嗯 就是好像我们根本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真正想要什么 嗯 所以说那 对这个问题 那您怎么看呢 这个 呃 一方面是我们本性的问题哈 嗯 我们本性有个贪婪的本性 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 哦 年轻人比较经不起诱惑 因为 诱惑加上本性呢 呃 造成了这个 我们永远有一个 过强的欲望 嗯 超过于我们能够 达到这个欲望的能力 嗯 就是我们的人力永远不及这个欲望 嗯 欲望跑得快 能力跟不上 所以现在年轻人 是 蛮痛苦的多 嗯 那这个要用 比较更 浅显的说吧 就是我们人 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爱 对 最需要的是一份喜乐 对 最需要的是一份自由 嗯 或者是还有一份平安吧 对对对 你看这些的需要哈 全部都是不可测的 对对对 全部都是看不见的 对对对 没有办法摸得到 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去去去去去去去衝量 这是我们心灵深处 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需要这些 对 可是呢 我们因为得不到这些 我们没有找到得到的方向 对 在我看起来就是上帝 然后还没有上 找到上帝以前呢 我们就用物质去取代 是是 所以永远也填不满 永远在追求 永远 对 我们会提到说 我们会很多东西看不到 很多东西看不到 很多东西看不到 但是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呢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只相信能看到的东西 嗯 嗯 那然后呢 就好像 嗯 如果神 神迹真的发生了 嗯 我们会 要 我们只会相信 亲眼所见的 嗯嗯嗯 所以说 您是否有一些神迹的 亲生经历的体验 要跟我们分享呢 嗯 如果您有的话呢 我们要留一留 广告之后 更精彩 嗯 我们的蒋牧师 要来给我们分享 神迹的亲生体验